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們開場今晚的,我是有馬二 是耶 二人姐 我們很久沒說過一件事 漫畫 都不算久了,另一件事更久了 那件事已經沒什麼人看了 輕小說系列那些 輕小說變成是動畫 看什麼 太快了,現在輕小說 要不就做了一期動畫 之後那些就沒再做回動畫 不過這次就完全 就不只是說漫畫 其實最主要想說一個 算是,不是說產量太多的漫畫家 但是那些漫畫的質素 我覺得算是不錯 比較適合我去看 我們以前說漫畫家 都是說一些被人剪輸的 被人剪輸 什麼被剪漫畫家 不要這麼說 我們說好一點 通常是做一些 沒什麼動畫化的漫畫家 但這套有的 這個有動畫化的 有一套 有一套 它的產量其實就不多 我記得應該只有兩本至三本 我們今天說的就是漫畫家 心芬 講講那個字怎麼寫 怎麼說 心芬就是森林的心 芬就是芬衣草的芬 出處就是它本身是畫同仁智的 我不知道哪一類同仁智 但是它有一本同仁智 都轉變成為漫畫 那本同仁智的名字叫雪莉 雪莉這本漫畫 它都有出到一期的漫畫 它現在都還在連載著 不過是很不定期的連載 是短編集 它不算是短編集 它算是出道前的作品 出道的作品 就比較熟悉一些 應該是大馬的 講述一個英國女傭的故事 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第一個 它的作品好像是1999年就開始了 你說同仁智嗎 不是商業作品 商業作品 如果它到現在還在連載 就是很多年 它那些就不像銀魂 那些什麼一個星期一期 一集那些 它連載是很慢的 但是它的質素是不錯 即是像是侍郎正宗那些公學機用隊 可能一個月一玩 二十年中在那些 就是要阿爺燒書給孫子 才看得完 那些都是附近的 那些是火候來源 這個作者 它的三本作品 你會覺得是很有異覺的地方 譬如說說英國 或者說中亞世亞那些地方 你看這幾本漫畫的時候 就會發現 它那個描述 它那個地道的風情 是很濃厚的 不知道描述它的背景 它的畫很細緻 即是看到很多本的 很多戲物 它一絲不及畫得很清楚 不是 如果你說畫工的話 它會在第三本的作品 即是它指甲 這本更加會體現出來 因為近代一些 即是最近期的作品 但是如果你說初出到的作品 譬如說你看到愛里的畫工 其實就不是很細緻的 甚至乎有些像附近那種草稿形式的漫畫 平淡一點 還未到附近 附近一張八字加幾句 那種就不知道 不過真的出回單行本的時候 然後畫工對比現在 真的有很大進步 但是我覺得 以畫工來說 它是 我覺得它比較去年代 少少的 去年代才是 即是你會見到它的作品 它是比較外框線條 因為人的陰影部分 是很輕的 甚至是沒有的 即是如果你看新的那本 如果你說指甲那個 它多些衣裝 然後露出的部分 即是肉見肉的地方 即是它可能只見到臉 見到手 那是不明顯的 因為它周圍有很多飾物的東西 但如果你看回它舊的那些 艾瑪那些 你會見到 雖然它都是英式那些傳統 維多利亞士提 其實布量都多的 但是 如果你以整個人頭來計 它就不單止見到人臉 就是你會見到整個頭 看到頭髮 有頂帽 那你會發覺它的面部輪廓 不會好在下巴 或者耳仔 側面 陰影其實不多 所以整體的感覺 你會覺得是 比較圓面一點 還有這個漫畫家 我覺得它比較擅長的地方 即是它不是畫過人物 而是它人物上面的那些 衣飾 或者風景 或者物件 它很神奇 好像指甲體奧 它在人的面上 會上陰影 可能是電腦印墊 但在身上的衣物 也會用手畫下去 全部都是 我覺得 其他人的衣物 特別印花 其實稍後 說到指甲物語的時候 都可能會推介各位聽眾 一段片 就是說 心分老師 去為這個 指甲物語的主角 去畫這個主角 就是作畫的風格 很細緻的 我們會在Facebook上面的連結 首先講一講 它既然都有三本作品 都累了 再提一提 首先提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叫做雪莉 雪莉所講的 其實就是和之前有道動畫 十字路 公山索羅 你那個人 也是一個少女去到異地打工 這樣的故事 但那個好像有些少 怎樣 穿著和服四圍狗 奇怪的 你說什麼 穿著和服四圍狗 遺國圍遺路那個 是 這套其實也是 它只不過說 它不是穿著和服 不是 穿著女部服 有很多正常的事 不是在這個意大利街頭 只是在英國的街頭 它穿著的就是 反而是女部服 反而是回到那個年代的風格 它那個就是英國的 愛德華士奇那種風格 雪莉 就是它出道前的一個同仁作品 集數比較少 如果你有買這一本漫畫的時候 它那個風格 開始帶到出來 就是它異地的風格 你會看到 開始它的個人風格 就是它會帶到一些 它當地那時候 那個時期的風俗出來 比如說 每一間 就是稍微是有些錢的 如果你出去做事的時候 總會請個好像 我們現代史的終點 那樣工人去幫它 各家家 清潔 整理 它主要就是描述這種生活 但是這本 它現在還有連載 但是很不定期 它就不會說 譬如說一個月一畫 可能一年都沒有一畫 都還在連載 這本就比較少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 局限性比較大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它那個題材 它的圈子就會比較少 即是局限在地區 或者它不會帶出去 好像二國迷宮那種 可能帶到一些 貴族的生活 那種 所以它就可能 因為這樣 我估計它可能 衍生了真正它的出道作品 艾瑪 艾瑪這本書 它主要都是說 英國時期的 女僕的生活 但是它牽涉比較大 就是它會說 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差別 那樣的落差 那這本 算是它正式出道的一本作品 還有 它全卷已經完了 它一共有十卷 十卷 我記得指甲物語 就應該沒有動畫化 艾瑪 應該唯獨是艾瑪有動畫化過 但是我沒有看過動畫 也很久了 10年 也很久了 也很久了 艾瑪這本書 它不再從一個 因為雪莉的時候 它的主角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孩 但是 始終 那個題材來講 他十三歲 可能有些 他想講的東西 未必在艾瑪這本書 可以帶出來 那他就借艾瑪這個角色 他創造了第二本的 漫畫 來講 他想講的東西 但是艾瑪那個年紀 我覺得 不是很明確的 應該都是二十幾歲 我不覺得他很明顯講過 他沒有特別講過他的事 但是最少你看到他的設定 人物設定來講 最少他比艾瑪大 你見到男主角 他說 可能讀大學 又說什麼 繼承家業 你應該可能當是二十歲出頭 那你算掉了 應該都是差不多年紀 你猜到這些年紀會是 因為這個年紀是最好寫的 題材比較廣泛 例如可以寫愛情 可以寫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差別 也不記得PTA 有種感覺是像一本經典的作品 就是羅馬與朱莉的作品 那又不記得 不像嗎 我覺得是他有貴族和平民之間的代溝 或者文化差異 很多作品都有他在於平民和文化差異 不過問題是 永心硬碼這套東西 他不是重點說這件事 可能他要分散一下 只會講其他故事 可能講一下千金事件 可能英國當時的轉變 可能有其他國家法國人 非洲人會過來英國 是印度來的 有其他國籍的人會過來文化 可能交流 即是他沖淡了他的愛情的部分 他純粹是他的朋友 只是印度的人過來 後面也講到 貴族門落獎 可能會快地被外國人買去 可能會有些情況發生 即是他們會說 這些貴族不能用 貴族的事實和平民的事實 有些矛盾 有很多差別 其實這本書最主要 他所講的東西 都是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差異 有少許紅樓門 我記得他有一幕 男主角威廉 他身份是一個貴族 而且他是貴族裏的長子 你知長子的地位 將來會繼承家業 他有一幕就是 他在自己的家裏 搞一個宴會 這些貴族經常做的事 但是他在另一個鏡頭 畫到女主角 她的主人剛剛去世 只剩下他一個在家裏 偷偷地哭 那個落差 其實是做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就實以會 他有很多種 男主角威廉 他的家裏和其他不同 其他歐洲 英國他們覺得 他最貴族就是傳統的 可能幾個都是貴族 有文化教養的 但主角他們那邊 好像是後來才做貴族 然後靠了職業的關系 因為他不是地主那種貴族 而是他從商人獲得成功 取貴族 商人獲得了很大量的金錢 他可以買地、蓋房子 就轉變成為一個貴族 就不同 傳統的貴族 就是指成附計 那種西雜劑 譬如有提到 聽到貴族就是暴發戶 即是突然有錢 即是不要教養 即是爸爸不讓他取 是否有原因 他們要保持貴族的身份 即是不能行差達差 不能向下走 即是他們已經很努力 保持到這個位置 最少是分架隊長 最少都是同等的 就不能向下望 即是他們同等 是有一個現實考量的理由 你看到他不是特意說 違反對或反對 即是他有一個出發點 即是你看出的會是 這是家族奮鬥 我覺得很多時候 反而是因為家族的聲譽 即是你說 你讓外面的人知道 你是娶了一個 什麼身份的人 如果你說娶了一個 都是同屬於貴族的 或者是身份很顯赫的女兒 你那個地位 就得到一個保證 但如果你說娶了一個 我沒有的 她身無場物 一個普通的 幫人打工的女容的時候 你想想 即是外面跟你做生意的人 會怎樣想 即是很現實上的考慮 好像說無有不如記者 除了取國 當然比自己家人厲害的人 除了取國 也要先評輩 即是中門對中門 也要 而且你看到這些作品 很多時候 他會說那個模式 可能就會跳了 他這個是情婦來的 就不會是他老婆 即是他不會是 有一個名份 純粹是男人 好像逢場作慶 但通常你會看到 這個是情婦的兒子 就未必有時候會說什麼 上一輩的東西 那這邊就反過來 是說starting的 而且漫畫很細緻地 就可以顯示到 那時候的婚姻制度 全部都是父母之命 沒有什麼自由戀愛 我覺得 我看這本漫畫 真的很深感受到 那時候的時代 即使是兩情相悅 都未必一定是有好的結果 那些人的思維和說話 是那個年代的人 不會說一些很現代的事情 很奇怪 我們要抗議 他會做 但實際上 真是造成 你都可能會經過很多重的困難 很多重的阻撓 即不是世襲眼光 是一般認可的事情 他的婚姻系統 而且這本漫畫 都比較完整 他可能中間會加插一些小插曲 譬如說說一些支線故事 譬如說有一張 說回老師小時候 這個就真的 代表平民那時候的生活 就是他老師那時候 真是先都不先下的 譬如說他那時候是在搞細博的 即是他有一些展覽會 但是他那個入場 是要收費的 你知道那些收費 一般的平民是負擔不起的 純粹就是說 給貴族 給錢進去 消磨時間那種 要威嚇 但你那個入場費 對於這個平民來說 就是可能 你要節衣縮食 一個月 或者三個月 才節省一節省 節省到一次入場費 進去看一看 這樣出來 即是紀念品都不能賣 那種 他說的老師 和他老公 就是完全是一個平民 完全就是沒有錢 即是兩邊都沒有錢 純粹是一個平民的婚姻 他怎樣 為了 好像走入這個 有錢人的世界 就死省死底 即是怎樣去 我不吃 我只是主老公那份 但我自己就吃薯仔 來充機 來省省一些錢 那我的老公 都沒有代薄 他知道他老婆 他都想去展覽會 裡面看 他都盡他自己 去做其他事情 去獲取額外的收入 終於 即是 他們死省死底之後 就儲得到 兩個人份的入場費 終於他們可以 真的入場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 作為有錢人的活動 類似這樣 這一篇 我覺得 真的反映到 他當時的平民生活 因為之前 他所說 譬如說威廉那種貴族生活 或者是他喵馬那種 其實都不算是 貧民那種生活 那次進去是 威廉聘請他 一邊一邊 即是出去 一邊市 我想一邊市是多少 男生出這麼闊 應該很便宜 但實際上 其實都是一個很貴的價格 即是他沒有特意說 他會比較 用兩次比較 但甚至乎 其實他做了一個對比 就是說 那時候喵馬 即是喵馬 現在來說 其實都不算一個 平民 即是純粹是平民 有接觸的 他可以應付到自己的生活 但是就不算 經濟很結局 但是 他老師回憶的部分 就真的很結局 充分地可以顯示 不同階層的生活 作者都會穿插一些小插曲 讓你知道 當時的階級 不同的階級 是怎樣生存 或者生活下去的 即是 貴族的時候 就很簡單說到 貴族有什麼做 他又不用賺錢 那些錢自己飛過來 唯一要做的 就是每天 你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即是覺得天氣好 走出去騎馬 走出去野餐 沒有問題 你做什麼都行 但是其他人 就要為生活而煩惱 對比在這裡 中間有些轉變的位置 第一次轉變的位置 就是 應該是捱馬 即是失去了他的主人 的時候 即是他的主人 都老賣 即是 一次病的時候 就一病不起 都過世了 老人家 因為他那個 他又無兒無女 他早結婚 亦早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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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之前說過的 小插曲的經歷 他只不過是貧民 但他就憑著 即是他 他夫君死了之後 他就憑著自己 識字 做一個教師 勉強維持他 即是脫離了 貧民的生活 但就不可以說 很富裕 但是他可以養得起 艾瑪的一個傭人 在他家裡生活 所以我覺得 他的情況 已經當艾瑪是一個女兒 即是說到 譚芬倫加德 他也試了一個幫助 當女兒這樣看 其實我覺得 他的心理描寫 他都知道 自己的限期就到了 但他限期就到了 因為他都要幫他 自如幾出的女兒 找一段婚姻 即是安置了他 否則 甚麼都沒有留給他 即是孤零零 在英國的生活 就好像不太好 所以 自從主人死了之後 慢慢就沒有辦法 他不可以再留在 這個家庭裏面 他就要離開了 離開的時候 可能一些陰差揚錯 那年我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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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電話 所以 其實我覺得 這段是寫得很好的 陰差揚錯 即是 離開的時候 都看不到一面 那樣 那個感情醞釀 其實我覺得 看見沒用 看見沒用 就算了 始終他們 其實兩個的心底 都認定了 這個階級制度 是勞不可破的 即是他們不可以純粹說 大家喜歡對方 就不理細族的眼光去結婚 即是兩個都會面對 其他人奇異的眼光 看著他 即使真的 被他排除孟零零 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他結婚後的生活 都不會過 第一個轉變 就是這裡 這個重大的轉變 始終艾瑪都沒有見過 威廉之下 就走了 他不留在這個 英國的城鎮的時候 他還要去哪裡 日輪也是 是 值得紀念的地方 就是他以前小時候 生活的小村莊 但其實 我覺得他回去 也不是一件開心的事 始終他 那個身世 被人拐了 其實他應該都是一個孤兒 即是 在村莊的時候 也是一個孤兒 他四處去找食物的時候 就被拐了 拐了 所以才會遇到 他的老師 因為他都拼了他的命 因為他在鄉下 應該是亡不亡物的 回鄉下 沒有意思 你說回鄉下 我還找到我爸媽上了 但是他已經沒有訂好去了 那他可以去哪裡 可能在倫敦州交主 找一個貴族 應該是 那你回鄉下 應該是沒有貴族 純粹回去看一看 因為他很幸運 搭乘車 可能會遇到一個 有人介紹 去做旅目 那不是回鄉下 沒事的 但是他可能的心情 真的覺得 我沒有人沒有物 沒有什麼關係 我又不知道去哪個時候 我祭告唯一的回憶 就是那條小村莊 那我就純粹回去看看 才想想下一步 很神奇 他在後面沒有交代 他坐火車還沒回鄉下 看到貴族之後 然後進去做的事情 後面沒有一件事 所以我就覺得很怪 那他回到做什麼 他純粹是沒有地方去 才損失了一個臨時的地點 天無住人之路 在這個火車上 剛巧遇到第二戶 有錢人家的淚捕 在火車一談之後 挺投契 陰殺完座之後 那個女主人也挺喜歡她 就請了她 不是 是我們不夠人用 陰天也要請 也不是的 不一定的 譬如說你家裡 即使很有錢的時候 如果你夠人用的時候 你都不會考慮 再找到一個 但是 很明顯就是 劇情需要 我突然間又要一個人用 所以就找你去幫我做事 因為他聘請的時候 他有想過 那個人沒有問 以前的事情不說 有不介紹信 他是懷疑的 不過我們現在趕著完 就算了 留在這裡 但他也留了一個好印象 給那個女主人 即是他在火車的時候 那個態度 那個女僕都覺得他 你那個有教養 又識字 但又戴著眼鏡 好像挺有學識 純粹就是 傾談的過程 才發現 原來你也是做女僕的 同樣 所以 對他有一個好感 才經過介紹 入了這個 叫做他的第二份工作 很不同 就是跟之前 他一個人服侍 即是一個主人 這個就不同了 就是跟其他人的配合 這個是展開去 另一個新的生活的開始 我覺得這段 比較平淡一點 對比前期來說 可能純粹就是 之前說一個小康家庭 那個容人和主人 兩者的關係 現在開始說一個 真的 大家族 大貴族 直接進入貴族 那個貴族下面 就聘請了很多的女僕 還有很多其他容人 譬如說廚師等 幫他服務 純粹是說他們 裡面的生活 對 因為有分別的 一開始是一對一 工作和後來 發過移民 他們的家族 整個人分工合作 做的不同 你看到有分別的 那時候的女僕 多人性 不談家族的女僕 還有新的那裏 其實我覺得是嚴謹很多的 有系統很多 你說之前那裏 應付一個主人 比如說如果主人去開 可能工作 遲些做都沒有所謂 但你去到新的那裏 就不是了 你一定要聽這個 那個女僕掌 我們叫做女僕掌 她說 女僕掌 今天要做些什麼工作 我們要什麼時候完成 一定要在那個限期前完成 就是跟她以前那種 我不可以叫她懶散的工作 自由調配了 她就是女僕掌 我喜歡下午做就下午做 不過這裡不行 所以今天要完成她 就是這樣 她顯示了一個分別 然後就經過一大段的劇情 我不劇透下去了 如果有興趣的聽眾 可以找這本 艾瑪這本書去看一看 大約的劇情 當然去到後面 不會有一個不好的結果 不會有一個後來的結果 都皆大歡喜 所以就不用擔心悲劇 你說過好像失役前往 有抗性的話 絕對不用擔心 你可以去找這本艾瑪這本漫畫 她也有小說 艾瑪也推出了兩期的小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找這本小說 外傳我沒有聽過 你的意思是哪一本 艾瑪是不是有外傳 艾瑪外傳應該都是講一些小插曲的東西 其他角色的外傳那些地方 那些外傳地方應該正章的漫畫 都有提到的 我記得大約七八期 整本都是配過的角色的故事 例如之前說的 老師很窮困的年代的故事 或者是她認識了那個女僕 原來那個女僕 她的家庭是有一家幾多口 她為了養活她的家庭 要出來打工 那些故事 都挺好看的 值得一看 之後呢 到最後呢 到最後呢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怎樣去達成 那個HAPPY END 就留給觀眾自己去看一看 之後呢 他結束這本故事之後 心婚老師就開始了一個新的故事 就是這個指甲物語 有些私心 我今天想說這一集 其實我想推這本 《指甲物語》這本漫畫 因為我覺得這本漫畫的 畫工是非常之特別的 但你不是要說說 為什麼叫《指甲》 這本《指甲物語》呢 其實是說一個 中亞西亞那個 遊牧民族的生活 或者是說她那個 都是婚姻制度的 我不知為什麼她很喜歡寫婚姻制度 不同地方是婚姻制度 之前說完 英國那個時代的婚姻制度 現在是說中亞西亞地方的婚姻制度 有些不同 故事其實就是說二十歲的少女 這個女主角 嫁到遠方 嫁到另一個部族的十二歲 不知是否叫少年 還是叫正太 你要知道 以前男人很熟悉 十二三歲要結婚 我覺得沒事的 那女主二十歲才結婚 其實不可以延遲 應該是 應該是十六至十八歲 就應該要結婚了 所以她嫁到 這個很少有 就是她女比男大 類似一個子弟戀 都不叫戀 她那些是父母之命 結婚後才培養感情 跟現在這個世代 有了感情才叫結婚 是完全兩回事 都是打種的 不同 差很遠 那時候 可能結婚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對面那個是誰 那就是打種 可能又問到 吹他們身處條件 或是部落之間的利益 那年代結婚不只是愛情 那時候結婚 很多時候更加多的是政治婚姻 無論是英國那時候 貴族與貴族之間的婚姻 或者是中亞世亞 這個部落 嫁去遠方部落的婚姻 都是一個政治考慮 就是為自己的民族 增強自己的實力 或者去投存的時候 你就要用這個婚姻聯繫 兩個部落的利益 譬如說 現在說到 那個女主角的部族 是一個半有無民族 可能一年裏面 有半年是維持在同一個地方 有半年是去放牧 這些地方圍著走 不喜歡香港人 不同 差很遠 兩年租生約死約 然後又搬走 又搬走 那你可以逐約 不是 你明明百萬加租 所以他說 可能今天在A地點 過幾個月可能是B地點 過幾個月可能是B地點 過去C ABC也不論是來的 定點會轉來 但那些地方可能是過幾個年 會回來的 那就是政府蓋劏貨 因為這個為什麼 其實那個油毛民族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些通常都是養生畜的 例如說養羊 一個地方那些草都吃完之後 你就沒有了 一定要找地方移動 所以才會 等它幾個年時間 煤回那些草 可能有幾個地方 幾年就轉一次 之後給那些幾年的時間 那些草生長回來了 就會回歸原本的地方 當時那個文化 其實就是種男輕女的 即是當你生了女兒 那個女兒之後都會扔給別人 最好就早點扔 你省幾年的米飯錢 那時候那個文化就是這樣 即是男的 可以繼承你那個產業 即是部落的 譬如說話事權 即是益家之主 即是你做什麼決策 譬如說我今天要去打獵 這樣就去打獵 然後去做什麼 男方就是話事 女方就完全沒有一個話事權 這樣 這本漫畫其實都有提到 他的婚姻制度 很多時候都是父母之命 即是父母說什麼 父母說 我這個男生加過 我幫你安排婚姻 他就不需要女兒同意 或者不需要兒子同意 會幫你安排 所以女兒就會盡快嫁出 譬如說你16歲嫁出 和20歲嫁出 你就省四年米飯錢 好嗎 嘩 真是要考慮 他們的婚姻制度 女兒一定是去男方那邊 那時候應該很少入序的形式 即是男方 除非男方是身無場物 他沒有了 其他的襯憑職友 可能才會考慮入序 女兒可能已經沒有了兒子 或者是這種 這麼特異的方式 才會男方過女方 否則基本上 女兒出去了 都是離開的 不是家人 即是 那時候也提到 他那個地方 是女兒嫁出的時候 他會斷了所有關係 即是他 好像父女或母女的關係斷了 正常 你兩個部落的126層不同 那我嫁出去就不會回來 很正常 他跟現在的認知上 是有出入的時候 我覺得這本漫畫 是帶到他的文化出來 正常 現在 一個吸引的地方 嫁到美國 我嚇他飛過來 以前哪有些東西 嫁了就嫁了 嫁了就撥出他的水 還不能回來 你也知道他們是遊王族 今天是A 下年可能是A 那你嫁到B 其實B不是我們的地頭 也不會見到那裡 可能過幾年也不會見到 還有他這本書 也帶到各個部族之間的矛盾出來 譬如說他有一段 就說到女主角 嫁了出去 但是他女主角的部落 他原本有其他的女兒 嫁了去一些部落 去換取一些利益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 那個女兒就死了 還以為退貨 不是退貨 他女兒死了 那女兒死了 那女兒死了 那個部落婚姻的關係就斷了 那就多嫁了一個過去 對 就是這個問題 應該多嫁了一個過去 但是 不夠科 沒錯 不夠科 他那個部落 就剩下了一些男人 沒有一些合式年齡 但是又未嫁出的女人 結果他那個部落長 就採取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找回女主角回來 因為 原來他當地的婚姻習俗 就是如果 即使你嫁了出去 但你失下沒有子女的時候 可以搶回來 是貨物來的 隨便用的 所以他那個採取就是 我要搶回女主角回來 就嫁回去一些 可以令到部落獲得利益的種族 不是搶還是要求回來 要求他 當然先禮後兵 講一講而已 那可能客氣不客氣就搶 他就說先禮後兵 我交代了給你 我現在要你退貨女兒給我 接著我便說 你交了出來的 還要退貨 不行 這樣便開始 因為女兒是生產來的 嫁過來 男人都要面子 但女兒我老婆 讓你拿回去 嫁大度 即是我現在要打老母 是不是 嫁老母 是不是另類的NTR 是啊 所以 這些劇情 都會令到 部落之間 會有一個衝突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現在我們都不會 做這些白癡的 也不算白癡 很白癡 他也是為自己的部落 的生存 來考慮 純粹去想那些方法 雖然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做 現在人們不會這樣想 但他突出了這個地方的 就算這個方法可能 也不會去做 但是 你為了整個村人 整個部落的生存 利益 著想的時候 這一步 你也要走 這些衝突 這本漫畫 也有形容出來的 我覺得 是 很吸引的地方 因為 這些劇情 是不會在 平時的漫畫 見到的 比較少見一點 另外 他著重寫的點 他也是 講回 中亞世亞 部落的婚姻制度 他也 展示了 有四段的婚姻關係 第一段 剛才說過 二十歲少女 嫁了一個 十二歲少女 一個少年 少年的婚姻關係 這個指令 究竟如何 繼承下去 或者 他們常生活 究竟如何 他們會遇到 什麼問題 有展示這件事 他就從另一個 婚姻的角度 就是 完全是另一個故事 展示了一個 就是 有一雙胞胎 雙胎 他做什麼都在一起 找他的另一半 就很頭痛 他父親就很頭痛 怎樣去找一個 合適的男人 找雙胎 滿足他們的需求 雙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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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I am 提出了一個好方法 找雙胎胎 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漫畫 這些很奇怪 雙胎 真的被他遇到 但即使遇到雙胎 找一個合適的對象 那怎樣分配呢 怎樣分配 是一個問題 這個漫畫 會展示這兩對戀人的關係 如果變成朵拉拉拉 就變成一個要兩個頭 一個要兩個頭 一個要兩個身 不會這樣 很恐怖 都有展示了其他 婚姻狀況的關係 比如說 有個女主角的朋友 她的守衛是很不可以的 因為那時候 甚麼是守衛 守衛 守衛 因為那些女人 要怎樣才嫁得出呢 就是她一定要有 學新娘進修課程 就是要刺獸好店 吃煮飯 這些是基本的需求 如果你這兩個 滿足不了的時候 基本上是很難找一個對象 即是你相親的時候 怎樣跟對方那個男子 男子的老爸 去銷售你自己的女兒呢 如果女兒沒有一樣 即是合適的條件 拿到出來的時候 你怎樣吸引她 譬如我們兩家聯婚 有一個婚姻關係 那你作為這個女子 嫁出去的基本要求 有一個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就是 戴不到你這些 她的次數是很差的 但她又不太會煮飯 她唯一的強注 她說她去做餅 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她爸爸是做餅 所以她小時候 就看著她爸爸去做餅 結果 就是沒有這個 母親管教之下 她的次數 和她的基本需求 就很差 那她怎樣去幫 這個這麼差妓的女兒 去找婚姻對象呢 這也是她漫畫吸引的地方 她說到這件事 剛才你提到畫工的對方 她是刺繡 即是那次她 一不一是丟出來的 這也是我另一樣 要介紹這本漫畫的重點 即是這本 比起艾瑪的畫工 是更加厲害 你知道中亞西亞那些 刺繡那些 刺繡那些 是很仔細的 即是這本漫畫 你隨便揭開一個畫面 好像穿著地毯 那些地毯 或者是刺繡工藝品 那些 她真的畫得很仔細 實在是她一頁畫多久 我其實看這本漫畫的時候 我就想到 會不會作者 其實出去 拿了很多資料 甚至去實地考察過 原來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作者是完全沒有去過這些地方 純粹是怎樣 純粹是去圖書館找資料 買很多參考的書籍 去自己的構思 我覺得這件事 才是最厲害的地方 不正常 你估何心嗎 關何心什麼事 何心有經費 顧問來香港 說取材是遊學吃東西 那漫畫家未必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那個 什麼情況 你現在去中亞 都運回你那個年代 那些東西未必是 你很多時候都是 漫畫家 你要知道這本漫畫出的 那是中亞世界彈仗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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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真的生活 他都說到 我不知道實際上 是不是那種情況 但是 總之你覺得 應該是這樣 總之沒有違和 沒有說 好像格格不入的地方 感覺上沒有 其實找資料之後 很多漫畫家都會做 但問題是多還是少 而且反過來 你都分不到 究竟她有沒有錯 就是這個 如果你說很有趣 你想想 其實作為一個日本的漫畫家 如果她說的 可能是中國 或者其他亞洲國家 比較熟悉 你就容易些 但如果她一跳跳去 中世紀 也不是中世紀 維多利亞時紀 英國 或者是中亞世紀 即是那些 哈薩克那些 你跟她說蒙古 也好些 但她就像哈薩克 她很難找到資料去搏 就算是 都是英國人看 好像不是這樣的 可能是人家看 我們看不出來 或者是我們 因為我們 不熟悉那個環境 覺得看這些故事 她說得好像有文有老 好像很真實的感覺 不過 畫工真的很一絕 我完全不知道她花了多少時間 但是一幅畫 直接是雕出來的 即是每一幅都可以做一個工藝品 那回到傳遞 可能剛才阿英都說過 她人的畫工可能 差一點 不是說差一點 她也有個輪廓 即是不是很簡單 不是很經驗 對比起她身上的衣物 枕頭和色物來說 她的臉和手腳 是隨便畫完之後 鋪到網上就算了 對比很大 這裏有另一個人笑得傻 不是 看到輪廓 她應該是為其他人笑 我不要理會 如果大家聽上去有些虛幻 今季有一套 就是斯蘭特戰記 她那些廣告位 會不會出一些 都是波斯年代的刺獸 或者地毯圖案 比其他人更花巧 就是那種感覺 一次手你就知道 那種複雜程度 那種感覺 所以很有味道 對 很有味道 我覺得那些工藝品 真的很值得去看 就算你看完故事 覺得沒什麼 看一看畫工 看一看工藝品的細緻程度 我覺得已經值回票 嗯 稍後可能我都會 寄出那個連結去Facebook 就是說那些作畫過程 讓大家看看 她的細緻畫工去到什麼程度 那 新聞這幾本的漫畫 我都很誠意推介給各位聽眾看 嗯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